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主题是传悔改信息 第三章主要讲的是施洗约翰和耶稣 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 他的呼召是预备耶稣基督来临的道路 本章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人心的预备 1到20节 第二 耶稣被圣灵充满 21到22节 第三 耶稣的家谱 23到38节 我们来看二到四节的经文 亚纳和亚该法座大祭司 那时 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 神的话领到他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色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 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从旧约最后一卷书 是宣告弥赛亚先锋的工作 出自以赛亚书40章3节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古代的君王出巡 会派人提前预备道路 而弥赛亚君王进入人心之前 也要拆遣先锋 用神的话语预备百姓悔改的心 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杆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我们来看第八节和第九节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此时犹太人正在摩玛帝国的统治之下 那个时候人们的心中充满愁苦 圣灵就吹逼他们跑到旷野去 违改受洗 施洗约翰看到他们 就分辨出他们是否真心的要悔改 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洗时 还责备他们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他说不只要悔改 还要结出果子来 来的人都说要悔改 但他告诉他们要有好行为 如果没有结好果子的树 就被砍下来 施洗约翰所传的 是一个要有行为表达出来的 真悔改的呼应 虽然在路加福音没有提到 施洗约翰在旷野的生活 但我们可由马太和马可福音 看到施洗约翰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 腰间细着皮带 吃的是环虫和野蜜 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清苦 简朴生活 也因他是过着如此的简单的物质生活 因此使得他在回答群众提出的 我们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时 也是相当的简洁有利 只有两点 第一 要愿意给 愿意分享 第二 不要贪 不敲诈取得 当知足 要给 不要贪心 要知足 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们要知足才不会贪心 真正的满足是 我有的已经足够了 可以给了 施洗约翰在11到14节回答群众的 我们该做什么呢 其实是摩西十诫里的第十诫 十诫中所讲的很多都是外在的行为 例如不要杀人 不要偷盗 而最后一件事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子 妻子 财物等 是关乎心里面的 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有婚外情 他说的是不要贪恋 贪恋是指人心里的意恋 这是很难能够做到的 因为人的心总是希望有更多 施洗约翰是律法的代表 他说我们如果要逃过审判 就要透过真实的悔改 有好的行为 施洗约翰所说的好行为 在人受洗之后一段时间 可能可以做到 但久而久之 就不一定能够做到 律法就好像一面禁止 只会造出我们的罪 但不能解决罪的问题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 也告诉我们 律法将众人圈在罪里 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到来 也就是说 律法一个最主要的功用 就是要让人承认 自己达不到律法 所以当施洗约翰来做先锋时 他要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 同时也要让人摸摸自己的良心 发现自己真的是做不到 但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才需要被耶稣基督拯救 这就是施洗约翰要做的事 我们来看十五十六十七节的经文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余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本机 要扬进他的厂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坎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约翰说他不是基督 而是为基督预备道路 他不但在旷野为耶稣预备道路 也为耶稣做见证 表示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余火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余火 施洗目的是带来能力和圣洁 约翰说 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在他身上有圣灵 也施行审判 使得救的收进仓里 只有外壳没有生命的则都要烧掉 众人就期待以后要来的是谁 接着坐着路加就祭祀约翰坐牢了 所以整个施洗约翰的事工 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 然后路加就开始记载耶稣 显出耶稣就是施洗约翰要预备的那一位 我们来看21 22节的经文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 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就是施洗约翰 为其预备道路的那一位 他服事的开头就是受洗 圣经在此记载的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然而在其他福音书 祭述施洗约翰 觉得自己不配为耶稣受洗 但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儿子 他与人认同 凸显出他的人性 当他接受洗礼 天就开了 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 也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服射的开头是与人认同 强调自己的人性 他本不用接受悔改的洗 但他选择与罪人认同 表明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 谦卑来接受洗礼 因为他要以人的身份 使人得着拯救 凡是人所经历的程序 他都要经过 也唯有这样 他才有法定的地位来为人死 因为他自己要先走过 那条唯一的十字架道路 然后才能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他要先做罪人的代表 然后才能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师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要先被列在罪犯之中 然后才能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耶稣的服侍起头 是一个谦卑的开头 但也是神儿子的开头 他同时是人子 也是神子 从第二十三节开始 就开始记载耶稣的家谱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既是人的儿子 也是神的后裔 所以耶稣的开头 是一个儿子的服侍 二十三到三十八节 用耶稣的家谱来回应神的宣告 你是我的爱子 好让我们在耶稣受适当之前 清楚地认识他的真实身份 这份家谱指出了以下的事实 第一 耶稣是真正的人 有清晰可查的家谱 并不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半神半人 第二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有资格承受大卫的宝座和国度 应验了神对大卫之约的应许 第三 耶稣他的肉身祖先是大卫的儿子拿丹 并不是所罗门 第四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 第五 这份家谱回溯到亚当 表明耶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而且是全人类的救主 末后的亚当也就是神在创造的心意中 所要得着的那个真正的人 第六 这份家谱最后回溯到神 表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表明神是亚当的来源 首先的人亚当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 但亚当的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 也把后代子孙都带进堕落的结局里 但神绝不放弃起初创造的心意 而是差遣他的儿子亲自来做末后的亚当 不但让神得着所要得着的人 并且成了叫人活的灵 使亚当的后裔在他里面得以复活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恢复我们神儿子的地位 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 要完全首先的亚当 所为了完全的一切 人类的盼望不在于环境改变 乃在于主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在每天生活当中 重新欢迎神的救恩、灵道 和欢迎耶稣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中 这一段家谱带给了我们很重要的信息 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环境 身处在怎样的黑暗中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仍有盼望 哈利路亚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那位末后的亚当 我们仍有儿子的身份 请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 让我们进入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 如同施洗约翰一样 完成神在他生命的托付 请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教会新的季节里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用新皮带来装新酒 哈利路亚 谢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